来到云林虎尾建国眷村 过去是民众婚伤喜庆集会的活动中心 如今却被新建成厕所 民众看了心好痛 难道眷村文化资产就这样被丢进毛坑了吗 你文化资产就保存文化资产的那个价值嘛 他以前留下来的那个价值 你把它变成厕所的话 那文不对题啊 回忆变了调 让住过眷村的民众大叹 如今的建设文不对题 不止活动中心被改建成厕所 就连日军水塔也被施工打动破坏 这个水塔它如果今天有要 就是有被破坏了 那应该也是在我们做过文史调查 确定它的正确的 就原始的用途功能以后 大家在讨论 虎尾建国眷村是全国唯一的农村型眷村 2015年一二村被登陆为云林县有形文化资产 然而今年年初动工的二村景观工程 却被协会质疑 工程失作前没有完成文资调查 建国二村设计竞赛采购案 在去年底12月有经过这个文化观光处 文资委的审查同意之后 我们今年才开始陆续的失作 这个空间的一个使用意涵和历史记忆 那的确是设计单位在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所忽略的协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请求和质疑 县府回应针对协会提出的质疑 会请相关单位纳入意见 希望能达到活络眷村观光的目的 创造多盈局面 明知新闻蔡松林云立报导